台湾房价涨涨涨 市民仰天垂泪下 纠团公园睡纸箱 根据统计 台湾房价所得比高达20倍以上 也就是说平均不吃不喝20年 才能买得起房 毕竟台湾地匣人愁 加上华人社会向来有土私有财的传统 若以对抗通膨及保值的效益来看待 的确有刚性需求在 投入营建股 投期靠他滚 在没有父爸爸的前提下 与其烦恼该不该期的买房 不如先把资金活化 放在可创造收益的工具上 这集老牛将分享三档营建定存股 其中一档近五年填息率百分百 人化报酬率超过30% 远胜于大盘 记得在影片开始之前 订阅加小铃铛按下去 才不会错过老牛优惠连环送哦 各位观众 一人一战停老牛啦 再次提醒大家 老牛目前的重心 只会放在原本的粉砖 骨骸老牛 追踪人数17万人以上 才是架杠耶 千万别配诈骗蟑螂给乌龙啰 几个判别的小技巧 认清账号 stock or poor 没有赞助下广告 绝对不会主动私讯 如果看到假账号 麻烦大家检举加封锁吧 寻找优质银建定存股 该如何判断 老牛带你看下去 通常房地产被视为经济的火车头 因为在建设的同时 会带动上游的建材供应 以及下游的装潢 家电 家具等市场需求 背后展示庞大 当GDP等经济指标数据滑落 政府意味透过公共支出等形式 刺激产业活络 不过上市营建股高达50家以上 无法一家家详细介绍 老牛在这边挑出三家来解说 同时也是市场股名单的 根基 划固 新复发 别急 正式解析个股之前 老牛帮大家拗的优惠 当然少不了 报警股套件优惠倒数中 记得选择年订阅 输入2454FF 就可以马上限责1000元 买一送一电脑板加APP都可以用 重点功能超多超方便 一天不到一杯饮料前 上市贵1000多档个股数据 通通打你传后 偷偷再告诉你 金融股便宜价监控的套件 也要准备上架啰 记得扫描荧幕上面的QR Code 趁优惠直到5月底 马上为自己建立 稳稳赚的存股清单吧 回到影片主题 先来了解营建业的获利方式 通常一档建案从无到有 除了取得土地之外 从设计、施工、完销、维护等 均透过不同公司合力完成 而营建商就是负责统合所有资源的公司 将案子发包给营造商施工 完工之后再交回滞销或仲介业代销 陆续再透过物业管理公司 为租务提供各种业务服务 而这些重心将摆在营造股及营建股两大族群 三档个股则分别为 营造股、根基、营建股、滑固、新复发 我们就先从营造股根基开始 根基为贯德建设旗下的营造商 主要承拦住宅新建 交通类工程标案 企业厂房 厂办营建等等 其中又以政府及企业的工程 为最大的营收来源 获利及本益比表现 近五年的获利相当稳健 去年获利8.98元 赚了将近一个股本 也创下历年新高纪录 从本益比合流图来看 本益比多数期间都维持在8倍左右 目前的数据7.29倍 略低于平均水平 股利殖利率及配息率表现 连续17年配发股利 如同获利走势一样 股利的配发也有跟着上升 近两年开始配股 以获利成长的角度来看 老牛特别钟爱这种 配股又配息的公司 价差股息比较有机会两头赚 再看到殖利率 近五年平均有7%左右 属于高殖利率股 而今年配息4.15元 配股0.35元 合计4.5元 同样也有7%殖利率的好表现 虽然这档成交量并不多 属于忍门股 不过股价并没有从此就脱对 反而近五年沿着年线往上爬 老牛从六年前三十几元 一路报到现在六十几元 拜托别涨太快 让我多减一点啊 近五年填息率100% 代表股息 扎扎实实领到手中 好的股票会自己照顾自己 填息几率高 更要稳稳抱紧紧咯 平均估价法 算出股价位阶 还有楼价28.3元 便宜价52.3元 合理价65.4元 昂贵价104.6元 目前价位67.7元 属于合理偏高的股价位阶 由于今年跟机的涨幅比较明显 伙伴们小心追高 建议等到合理偏低以下 在考虑布局会比较安全一点 第二档营建股华固 华固建设是以北部地区 商办和住宅建案为主的建商 后期转向北部的地商权 以及中南部的金华地区来发展 获利及本益比表现 近五年的获利来看 近四年大赚一个股本不间断 一样看到本益比合流图 多种波峰有别于营造股的平滑心态 代表营建股在任列建案时 通常都是按照完工才认列 所以获利会有暴起暴落的表现 不过华固的建案相当稳定 这也是为什么近年的获利 仍然如此强劲的主因 股利、殖利率以及填息率表现 连续25年配息 连续4年的配息金额都有7元以上 今年配现金7.5元 刚好今天是除息日 殖利率也有7%以上 以近五年平均殖利率7.8%来看 也是相当适合作为定存股的标的之一 而股价方面 也是随着近五年的获利起伏 多维持在85到100元的区间震荡 所以定存股最终还是要回归 基本面的道理 如同华固就是经典的案例 而近五年的填息率则为80% 填息几率也算高 且股价稳定 当然适合纳入存股的观察名单哦 平均估价法算出股价位阶 跳楼价75.3元 便宜价110.4元 合理价138元 昂贵价220.8元 目前的价位在90元附性 属于便宜价的股价位阶 银建股在判断位阶时 最好也要从法说会 得知目前建案的宫期 攸关获利任劣的时间点 同时搭配着一起看 就能更清楚判断 目前的股价位阶哦 最为一档银建股新复发 为台湾大型建商 目前在大台北 台中 高雄都有推案 不过约事成集中在台北 而近期因为 台中建案的公安意外 股价一度大跳水 不过外资仍然持续吃货当中 以下接着解析看看吧 获利及本益比表现 同样身为营建股 近5年的获利却波动相当大 其建案的任劣不连贯所致 不过从本益比河流图来看获利 其实逐年的走势都是往下降 若以基本面来看 肯定也会影响股价的表现 股利、殖利率及填息率表现 连续配息19年 算是稳定配息的公司 近5年平均殖利率也有7%以上 不过在获利未能稳定成长的同时 以近5年来看 近3年都有配股 股本放大就有稀释获利的风险存在 这部分是伙伴需要注意的地方 获利逐年下滑 田息机率方面更不用说 近5年仅有60% 股价缓步下跌 未来还能不能提升田息率 最终就要看获利能不能拉抬而定了 平均股价法算出股价位阶 跳楼价50.7元 便宜价41.6元 合理价52元 昂贵价83.3元 目前股价42.75元 属于跳楼价的股价位阶 不过话说未来 大型建商手握资金相当多 未来倒闭的几率相当低 况且只要建案持续推出 仍有机会扭转乾坤 如果只是因为存股的优先度来看 老牛会以获利成长的角度来出发 比较偏好的顺序为 根基大于滑顾大于心复发 伙伴们再做参考咯 以近五年报酬率来看 根基年化报酬率为32.9% 华固年化报酬率为14.9% 大盘指数年化报酬率为12.6% 心复发年化报酬率为9.7% 根基的表现最为突兀 年化报酬率来到三成 累计报酬率更是高达300%以上 对比大盘来看 报酬应当是多了三倍多 只要选对基优股 这也是纯个股会优于ETF的好处 虽然风险相对来得高 只要做好配置其实也是不错的选择 焦点放到新复发 不管是年化 累计报酬率均低于大盘表现 这也是老牛强调获利成长的重要性 倘若要计算光临股利持股多久会回本 可以透过股海老牛报警股的股利回本模型套件 算出达到零成本的持有时间需要多久 因为时间关系 我们以根基为例 第一步计算年复合成长率 以近五年股利数据来看 年份填入5 2018年股利3元 其出数值输入3 今年股利4.15元 期末数值输入4.15 按下确定之后 得出年复合成长率6.7% 第二步计算股利多久回本 现今股利输入最新数据4.15元 年复合成长率6.7% 五年之后成长率保守看待3% 买入价格67.7元 按下计算之后 马上就可以看到 持股第12年就可以达到 持股零成本 其实我们知道 获利成长的公司 股价肯定会跟着上涨的 所以零成本的速度会再更快 还是记得使用套件玩玩看吧 这集花了不少时间来教会大家 如何解析营件股 有不少人从影片中学到很多 老牛真的是相当感动 帮大家回覆本集影片的重点 1.老牛投资银建股的目的 是看上其三高条件 高获利很难倒 高盈余发放率 以及高殖利率 想说纯银建股等于是纯投期管 结果还是赶不上房价飙涨的速度啊 2.过去30年 家庭组成变化非常大 从原本的三代同堂 到现在以小家庭为主的家庭形式 房子的需求持续提升 也会越来越贵 而今年选举年房市打压严重 不过如果看好明后年选后房价回升的话 银建股倒是适合布局选项之一 3.利用工具做好分析提升持股的信心 将获利成长的好公司报警警 透过复利让你未来资金放大再放大 4.报警股的套件优惠倒数中 记得选择年订阅 输入2454FFF 就可以马上限责1000元 优惠直到5月底 马上为自己建立稳稳赚的存股清单吧 影片最后老牛再次呼吁大家 盛防诈骗蟑螂 不只是老牛 整个财经圈都被搞得天翻地覆 今天的教学都听懂了吗 下次想听哪一档高值利率营建股 记得留言告诉老牛哦 今天老牛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咯 记得到骨骸老牛APP中领取七则终身优惠 骨骸老牛APP让你了解公司的营运模式 深入分析财务绩效 看完影片请你记得按赞订阅与分享 还要开启小铃铛 这样每次上新影片的时候 就会推送到你的手机里咯 如果错过新影片也没关系 只要到老牛的频道中 就可以看到我的所有影片 下次想听哪一档股票 记得在下面留言告诉老牛 骨骸老牛带你挑便宜股 报警公司大趋势 请不吝点赞订阅 请不吝点赞订阅 请不吝点赞订阅